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繁荣之路 也是绿色发展之路 11月14号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 越南核内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最后一个土建主体 2号艳氧池12米顶层混凝土 顺理胶筑完成 项目建设全面转入机电安装 和设备调试高峰期 项目建成之后 将成为越南全国最大的 垃圾焚烧发电厂 规模雄具世界第二 正式投产后 垃圾焚烧发电厂 24小时可处理 核内生活垃圾4000吨 占试生活垃圾总量的 50%至60% 按每户日用电量6度计算 日发电量约可供 24万户居民使用一天 垃圾焚烧发电厂 实现对垃圾的 无害化 资源化 减量化处理 这里面着实需要用到 不少高端的环保工艺和技术 中国企业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 一探究竟 河内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位于河内市硕山区南山垃圾综合处理中心内 距离越南首都河内市区约35公里 总投资额超过7万亿越南顿 约合19.3亿元人民币 装机容量为90兆瓦 占地面积17.39万平方米 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二大垃圾焚烧发电厂 走进硕山垃圾焚烧发电厂 我们也是可以注意到 发电厂的主体建筑已经基本完工了 那么我们在厂区之内 也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小细节 像我身边就是这样的一个自动的称重系统 那么从外面运送垃圾进入厂区的 每一辆车都会在这里完成自动称重的工作 接下来我站在这样的一个称重系统上 我身后的显示屏也会立即显示出 我及时的体重 客服施工的难点积极推进工程建设 行走在厂区内 负责电厂建设技术工作的李柯 向记者介绍了工程的几大亮点 第一个整体的日处理量比较大 第二个来讲就是单台楼的处理量 是全球领先的 第三个是我们根据越南垃圾的情况 特用的是比利斯沃特鲁的焚烧炉技术 据了解垃圾焚烧后残余的炉渣 将用于生产布烧砖等建筑材料或回填料 实现资源化利用 此外在废气净化工艺方面 电厂还将同步建成一套烟气净化系统 可去除吸收废气中如二鹅鹰 拱氮氧化物等有汗气体 达到严苛的欧盟排放标准 越南首都河内市人口800多万 河内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 多达6500吨 其中5500吨被运抵这里 正在建设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被视为解决核内市生活垃圾难题的关键 进场垃圾经过储存发酵等工艺流程后 进行点火发电 项目建成后将对推动越南首都绿色可持续发展 培养当地高技术人才 改善能源结构 促进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据了解 河内项目全厂定员178人 除主要领导和技术骨干来自中国外 其他工作人员均为越南籍 我们的外观做了去工业化的处理 我们的目标是把整个的垃圾处理基地 变成一个当地的一个标准性的建设 河内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后 将会对周围的垃圾填埋处进行逐步整理改造 周边地区会建设成为一个生态公园 附近的民众可以到公园健身娱乐 当地的环境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